屏東咖啡节正式开跑 2023屏東咖啡节系列活动正式开跑 在宣传记者会上 县长周春敏特别与红西咖啡冲煮大赛世界冠军李亚廷 共同展演红西咖啡冲煮技术 其实煮咖啡的过程就是一个很疗愈的 今年屏東咖啡节将举办咖啡首冲赛 台湾南区精品咖啡豆评鉴 及台湾精英咖啡邀请赛等三大赛事 预期可为屏東带来一波观光热潮 屏東咖啡这几年来备受台湾的相亲朋友 大家瞩目 常常我在外地的时候 大家说你们的屏東咖啡很棒 所以我们今年的屏東咖啡节 有三项的比赛 把所有所有的达人都请来 屏東咖啡首冲赛 将由来自全国各地41位好手参赛 为扩大邻近产区交流 更首办台湾南区精品咖啡豆评鉴 扩及嘉义县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县 台东县等五大县市 希望给咖啡会友 让这项赛事成为南区最具指标性的评鉴比赛 活动最后则由台湾精英咖啡邀请赛压轴登场 邀请全国咖啡产区评鉴得奖咖啡庄园参赛 争取台湾咖啡竞赛首奖 我们透过三项的职人达人的竞赛 让屏東咖啡的名声能够响彻云霄 也欢迎所有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 一起来试试看我们的屏東咖啡 真的真的是温暖多一度 美味多一度 屏東县咖啡种植面积约340公顷 为全国之冠 深具产业观光经济价值 屏東县原乡咖啡联盟表示 自然风土是影响咖啡品味的重要关键 屏東产出的咖啡经过后制处理 有多层次风味令人惊艳 因为我们屏東确实温度是高了一点 但是我们在蜂蜜黑糖 还有一些比较高海拔的 还有会一些酸質的表现 会一些黑醋粒的味道 也有人有喝到说红肉里脂 其实在这个在贫鉴的分数上面 都会取得不错的成绩 2023屏東咖啡首冲赛7月1日7月2日 将于屏東演艺厅读者陈氏 阅读文创馆登场 台湾南区精品咖啡豆评鉴 7月28号到30号 于屏東咖啡园区技研中心举行 台湾精英咖啡邀请赛 9月1号到9月3号 在屏東咖啡园区技研中心登场 县府希望透过活动 打响屏東咖啡品牌 记者张伦阳 杨振义采访报道